中央电视台 高林这个球并没有顶到 边路余范超 送出了一个落点非常好的传统 由于中后卫在身前有一个 踢球但是没踢到的动作干扰了高林 所以高林并没有顶上 他向前推进 起脚打满了 这个球呢由于队友的跑位 都走向了边路 正值看到没有太好的出球时机 选择了在中路自己的上门 而且对方在防守的时候 后腰明显过来慢了 正值面前是一片开过地 他的远射打的质量非常高 边路传中 这个球的落点一般 但是球又断了下来 再给进来 转过身打门 非常好的配合 对方的门将萨德将球扑出 从这次进攻 在中路招需日的传球 脚弯一抖这个变化非常好 很多人都以为他要直接射门了 却突然选择了脚弓的结果 而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先做好 好球 这球蹭的不错 现在截局里边 打满 中队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于汉超 他的这个射门擦着力柱出了底线 非常好的中锋 投球后蹭的战术 消失这球顶得相当不错 高林在中路吸引对方的防守的注意力 于汉超选择了直接射门 林汉超先是往中路看了一眼 可能觉得队友的位置不是特别好 选择了自己打门 这球选择也是正确的 莫埃斯横传 打门 球进了 因为中部队调整完了战术之后呢 内部的空挡比较大 从上半场的四后位 变成下半场的三中位 内部的空挡需要队员互相之间 在通过一段时间的比赛来磨合一下 但是正是这个 下半场一上来的内部空挡 给了对方一次进攻的机会 由11号阿飞夫破门 于汉超 船 在后点 江志鹏上来 打门 江志鹏是选择了直接射门 这个球因为对方防守队员已经上来了 没有机会再停再处理了 他把球的高度压住了 但是呢 球打得偏了一些 这种球很容易迎上来打 会把球踢飞 把高度压住是首要的目的 但是打到外调背上之后 球稍微的偏了一遍 乌磊这个摆脱做得不错 向前加速 转移球 江志鹏 船 前进 球进了 中队把比分拌成1比1 73分半 73分半 再加油 这个球乌磊在中后场的摆脱非常关键 他向前快速推进的那么15米 一下把对方的这个中场线给过掉 乌磊往前 再转移这一下 江志鹏那儿就获得了非常大的空刀 肖志在前面接到江志鹏的低传 推射破门将比分搬成1比1 这是一个关键的进球 但是还不够 还不够 这个球没有越位 阿菲夫 郑志追回来犯规 郑志追回来犯规了 因为阿菲夫是一个面对门将的 前叉 郑志属于最后一名防守球员 破坏对方明显的得分机会 这样的话主裁判卡夫直接红盘 把郑志罚下 这个球在凯多斯停了这一下的时候 阿菲夫的跑位非常聪明 他看着身前的冯小婷 选择了自己的位置 郑志回来 为了怕对方再往前蹚一步进了禁区 郑志知道再往前蹚一步的话 他如果犯规就会是很糟糕的情况 他也知道自己这一身手肯定会 个人会被罚下 但是呢 他帮中国队 虽然 三中卫的政治被罚下 跑球啊 横传到门前 有 打门 球进了 球进了 中国队在门前的捕射破门 来自无垒 比分变成了2比1 比赛83分钟 中国队本来是三后卫 政治被罚下之后 只剩下冯小婷和张立鹏两个人 但是阵型也不会发生改变了 破釜沉重 中国队站在悬崖的边上 唯有向前 只有向前才有 可能会有机会生存下去 这个撞强式的配合打得非常好 横传到门前 对方第一下解围 但是没踢远 无垒 好 这个时候主裁判直接冥想了 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这样的话 中国队最后一场球 是2比1在客场战胜了卡塔尔队